海岚怀孕了 真的 真的怀孕了 太好了 谢谢谢弟 我们孟家祖算有后了 谢大夫 谢谢您 多亏您了 多亏您了呀 那我以后 我怎么办呀 我什么心理准备都没有 这傻孩子 你准备什么呀 不用准备 妈是过来人了 生过三列和她姐 妈是明白人 听我的 对 就听阿姨的吧 她有经验 对对对 那谢一任以后 肯定少不了麻烦您了 没关系 有事就找我好了 好好好 那以后每个月孕见 都上林真来 好啊 只要你们信得过我就行 太好了太好了 那行 我们先走了 您忙吧 谢谢谢谢 谢谢 慢点慢点 那什么时候 那谢谢您忙吧 好 新日再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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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赶快打电话 给三列报个喜 不着急 他现在外面办事呢 说话不方便 要不我们晚上回去 直接给他一惊喜 妈也行 我今天要多炒几个好菜 庆祝咱们家的大喜日子 看您高兴的 我马上要当奶奶抱孙子了 我能不高兴吗 妈 那那万一要是个孙女呢 孙女孙子 只要是咱们家的骨肉 我都喜欢 我也是 老是个龙凤太男 你都有 那那我又高兴 疯了疯了疯了 疯了疯了 疯了疯了 那你也看一下 我这个 我这个 受孕的几率有多大呀 如果不治疗 连百分之一的希望都没有 真怀上啊 我刚开始也不信啊 但是有铁证啊 看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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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明天再做一个化验 别捂聋了 来高兴一场 三里 你怎么说话的 人家谢大夫可是妇科专家 那怀不怀孕还能搞错喽 就是 医院能不能信 那那还信你的呀 来 快 来 慢点 喝一口 没错就错大夫了 看着我干嘛呀 吃饭 妈 你不是说今天可以喝酒吗 来 我敬你 咱喝一杯 三里 你怎么了 撑什么风啊 没风啊 高兴啊 你不喝啊 我听你喝了 三里 你怎么了 没怎么呀 怀孕了吗 高兴 喝酒 喝酒 你是不是 白天在外面工作不顺啊 往民反悔了 还是加钱了 他那件事啊 黄了就黄了 那个女人啊 招风引蝶的 我不喜欢她 她还抢人家谢医生的出国名额 她的事啊 黄了也罢 好 现如今 有几个女的不招风引蝶的 那谢医生和咱们家海岚 就本本分分的 跟她就是不一样啊 妈 您记住了 人哪 不可貌相 莫特丽 你什么意思啊 一样怪气的想说什么呀 我没说什么呀 你心虚什么呀 我心虚 你给我把话说明白了 你别那么大事 有礼不在升高 明白吗 有礼怎么做丈夫的嘛 你今天怎么了 人家男人知道自己媳妇怀孕了 那欢天喜地的 你怎么这个样子呢 莫特丽 你是不是不想要这孩子 你要是不想要 我明天就去做了去 但是你的事我管不着 别别别 你看你们俩怎么越说越离谱了 干什么不说这些 海岚 你看 咱喝了几杯酒 你别跟他一般见识 不生气 不生气啊 三丽 你是不是在外头受什么委屈了 能回家拿媳妇撒气 你还像个男人样 我不是男人的 我怎么着 天哪 别喊 别喊 你不怕人隔壁的那领导 听见了 你 人家笑话你 我怕什么呀 我有什么可怕的呀 我就是要让他听见 又怎么样了 怎么样了 我还没听过海阿姨和孟叔叔吵架呢 我没听过海阿姨和孟叔叔吵架了 那是因为王萍吧 妈妈跟你说什么呢 把精力放在学习上 吃饭 你妈说得对啊 金姐 要把精力放在学习上 不要因为闲事分心 来 来 来 丹丽 你能告诉我你到底怎么了吗 能直说吗 海岚 咱俩结婚这么多年了 我一直觉得咱们俩是透明的 没有隐瞒过什么 对吗 你到底想说什么能别绕吗 你知道我脑子慢 我问你 你是不是一直 在利用我对你的信任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你今天这股无名活 是不是跟我怀孕有关 看来你不是不懂啊 你怀孕我动嘴的孩子不是你的 越说越靠谱 我 你混蛋 你少跟我来这一套 搞得好像自己受了多大委屈似的 我告诉你 你这个人最大的特点就是理不直气还壮 让人家看见 还以为我 我一直在欺负你呢 我认识你那么长时间 怎么就没发现你会这么龌龊 对 我龌龊 本来一直要孩子是吧 一年两年的都怀不上啊 出趟差 失踪一个晚上 柱子里就带着孩子回来了 你还想打人 是不是 你要干吗 你还想打人 是不是 你太过分了 三立 三立 这怎么了 怎么闹成这个样子了 妈 你还是收拾收拾 明天回老家吧 你能不能让我省省心哪 妈 对不起 我让你担心了 你还是回老家 眼不见心不烦得好 你们这个样子让我回老家 那还不如让我去死 你还是不想回去也行 我明天找个房子 咱搬出去 这是怎么了 凯兰是高中同学 这些年以来我一直就都很喜欢她 怎么了 海岚肚子里的孩子到底是不是你的 怎么会突然问这个问题 难道你 不相信吗 你别跟我斗圈子 既然孩子是你的 为什么秦文天告诉我 你 跟海岚 才跟我演戏 海岚 你还总是给我意外啊 你还总是给我意外啊 这个心欢又是谁啊 我是薛鹏 是海岚高中的同学 我 那是旧婚 孟三 给你给我闭嘴 我一说话你就让我闭嘴 海岚 你怎么那么硬气啊 先是秦文天 接着又是她 你太忙了吧 合着我躺在你旁边八年 就是给他们这些人误被子的呀 你怎么说话呢 我怎么了 我告诉你 海岚跟我就是在演戏 你知道吗 演戏演给谁看啊 演给谢医生看 海岚不愿意看到谢医生 会因为这些莫须有的事情 和勤住离婚 所以我们才演戏 你编 编 再编 这个孩子不是秦文天的 也不是你的 你编啊 到底是谁的 孟三丽 你必须再过去做一次化验 而且就是去现一生的医院 如果 如果你要是个男人的话 你就去 你要不去就是你先去 威胁我呀 我要是去了 查传没事 您的脸往哪儿割呀 你要不想给自己台阶下 我没问题啊 我无所谓呀 滚 下个手滚 要是个男人 你们又没愿见 你放心 我一定去 没问题啊 都挺正常的呀 怎么会没问题呢 听你的意思好像是 盼着自己不正常似的 怎么可能正常呢 我上次来的时候 你们说我是死经啊 不可能啊 我查查啊 电脑里有记录 你看 没有吧 我上次来的时候叫张帆 叫张帆 好好好 你就是那个 又叫孟三丽 又叫张帆的 那个 你用张帆这个名字是 哪天 十一月十号 十一月十号 对 这就对了 那天啊 有两个叫张帆的前来就诊 你们俩啊 是不是拿错了化验单啊 凯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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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听我说 你听我说呀 说 你要不说就把路让开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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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错了 都是我的错 我 都是这张该死的化验单 让我误会你了 现在什么都清楚了 我 我不该那样对你 不是化验单让你误会我了 是你自己误会我了 我让你回来做检查 并不是说 想检查清楚以后 我俩重归于好 我只是想让一件事情 有个了结而已 是是是 我现在明白了 我相信你 对不起 我不需要 给我 什么呀 跟我来 你干吗去 你闭嘴 凯兰啊 这是孟三丽的检验报告 你们医院的 您是医生 就用不着我解释了吧 上面的意思是 孟三丽一切正常 有生育能力 是吗 是 是啊 那谢医生 现在 您可以放心了吧 海兰 真的对不起啊 大了 话也不能说这么早 就算孟三丽 她有生育能力 那也不能够证明我肚子的孩子是她的 海兰 你瞎说什么呀 那不是我的 那还是能是谁的 谢医生是吧 他完全有可能是任何一个有生育能力的男人呀 不是吗 海兰 你别这么说 我不知道怎么会是这种情况 这是什么呀 检验报告 它就是一张纸 一张纸而已呀 只是可惜在某些人的眼里面 你们身边的伴侣 还不如一张纸来得可信 海兰真的对不起我 事实证明我不应该怀疑你们 你话也不用说那么麻烦 除非你能够证明你的丈夫 他没有生育能力 否则不能够证明我们是清白的 又或者等我的小孩出生以后 咱们来做个亲子鉴定怎么样 到时候再凭另外一张纸来证明 你们身边伴侣的清白 海兰 我不是这个意思 海兰 海兰 你这么说 我对不起 对不起 你放开我 走开 错了 你以为 结果正常了 小儿就是你的了是吗 我在你心里面那么不堪 完全有肯治别的男人的 你还不如等几个月之后 等孩子出生了 你再来做个亲子鉴定 到时候 别再拿走了化验蛋 海兰 我真的知道错了 咱们 天下 我愿意 我找到你